其實做我們女人應該很開心 你知道 因為現在內地 男生跟女生的那個比例 大概一個女人可以挑八個男人 哇 你懂我意思嗎 我們真的太多了 那麼多 那個男生太多了 對 一胎化的關係 你知道 一胎化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開始是兩胎化 所以很多人是娶不到老婆的 不要怕 我們還是長八個 你一個人可以分配到八個 而且長得漂亮的話 搞不好一個人還分配到八十個呢 哇 哇 哇 好可怕 大家一起去 真的說一些 我一看到人家 我一看到 聽完你講八十個 我腿好痠 所以我聽到人家說 哇 最近生女兒的話 我都說恭喜恭喜 都太棒了 生女兒好 真的 其實可以建議就是 那個美人姐就是說 你上半年可以醞釀啦 多觀察 下半年其實可以慢慢收成啦 收成 收成 對 OK 我們先來看一下需要注意的 桃花上面需要注意的排行榜 第三名是摩羯座 哇 我中了 為什麼摩羯座呢 OK 他今年其實有點愛情失調 怎麼辦 他剛剛才結婚而已 是不是 周杰倫 對 OK 就表示說他有一些東西 耐不住性質 又有一些 不強求的一些態度 或者過去的包袱太重了 所以其實 對摩羯座來講呢 其實 就算有不錯的感情 他需要再考慮 在今年2015年上面 那因為 杰倫哥他應該是 早就已經定了那個日子了 也不能改變了 OK 好 我們先看一下第二名 第二名該要注意的是 牡羊座 我 剛剛 對 艾亞 為什麼 他剛剛才戀愛而已 對 艾亞的那個 戒指子底下有一個 比較深沉的黑色 有些不安 為什麼呢 其實 因為說要恭喜你說 今年的工作運 其實很旺 因為你時間太多 分配在工作和事業上面 所以感情上面 容易 收縮的確 我難過 真的嗎 容易忽略了愛情上面的經營 然後引起另外一半的一些不高興 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 第一名要注意的是 我們來看一下 巨蟹座 巨蟹 OK 今年的巨蟹座呢 感情飄忽不定 忽近又忽遠 然後叫他負責任呢 他又不敢負責任 只是想要享受一下 然後又要 然後真正負責任的時候 要求他負責任的時候 又想要逃離 所以其實巨蟹座今年感 給人家的感覺是 你給別人苦悶 相對的也帶給自己 愛情上面的苦悶 所以在巨蟹座 我給他們 今天應該要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名這樣子 OK 好 謝謝 謝謝 是 那我來看一下 出生農曆月的桃花韻 OK 好 詹老師 好來來來來來 我們從紫薇斗樹的天搖星來斷定 簡單來說 只要農曆是五月生的 農曆是五月生的 一二三四五 他的天搖星一定在這個夫妻宮 那麼就坐落在流年的夫妻宮 代表什麼呢 而且趨之落物 而且隨便一個電話或一個Email 或出去買個菜 或買個東西 就有很多人主動投懷送抱 遞名片的啦 留電話的 甚至 愛到 難以被動桃花 自己無法拒絕 哇 所以是農曆五月生的 是機會比較多對不對 對對對 平常行情不好的突然間行情變好起來了 五月 其次就是我們說的這個 農曆七月 七月 哦 我們台灣有幾個老藝人有沒有 中年帥哥藝人 我預言他們都會有結婚的大好機會 像兩匹馬啦 或是我張克帆啦 或小鐘啊 這幾個都非常具有結婚的潛能跟衝動 因為他們都農曆七月生的 在這個農曆七月的這時候流年的本命 追求異性會主動 反手為攻 看到女生就好像如狼似乎般的容易撲過去 而且露出莫名的 我怕的笑容 你知道嗎 像那個迷路散發色香一樣的 會讓別人都知道 他一直在求偶的意思 像那個孔雀有沒有 張開那個一樣的意思 這就是我說農曆七月生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已經有伴侶了就會結婚了 相對的如果你喜歡這個人 一直都不理你 而你聽到他是農曆七月生的 接近他 這時候他連隨便看一個女人都變成美女的意思 很重要 這是方法 其實就是農曆一月生的 因為一月生的天遙就在這個地方 我們美人姐也是農曆一月生的 所以明年的陽年的遷移公 就是有好多的俊男美女捧金待遇的 很多的帥哥在對岸 就是你住的地方的對岸 包括美國日本都有可能在跟你招手 哇 我真的不能再這樣子跟你組織下去 我一直要把你趕走 我不懂為什麼 美人姐你該走了 我真的很忙欸 對啊 那有的人是藉由遊學啦 旅遊啦 或跟心愛的人故意相邀 在這個年出去 新花朵朵方 朵朵開 那麼機會就非常大 是 莫馨老師 這是個中式的塔羅牌 對 這是屬中式的 但是我先把它撕開來一下 讓我們看圖 看哪一個圖 但是呢我希望你們等一下呢 要測這個的時候呢 你們先 心裡要默念 默念說我2015年的桃花運會如何 要先默念這樣子 然後你如果有對象 你要測對象的話 那你要說出他的名字來 好嗎 電視前面的觀眾朋友也一樣 然後 沒有對象的呢 沒有對象就問我2015年 我的桃花運會如何 那有對象 那像蠟豆對象很多哪一個 不是我念完的時候 已經這段過了 還沒有 看要測哪一個都可以啊 你要說出對象來 2015年的桃花運會如何 然後呢 看完 你默念完了之後呢 你用你的直覺 感覺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張 好 好 開始選擇 3號 跟我一樣 真的嗎 真的嗎 選好了嗎 我選好了 呃 1號誰選的 我 喔好 2號呢 甜甜 還有 3號呢 我跟羅姐 啊 4號 5號 5號 喔 美人姐跟艾亞 哇 這個挑夫啊 一個單身 一個現在剛戀愛 喔 我可以不要講了嗎 不要講了 什麼 什麼 你這樣好緊張喔 肯定是 肯定是 與美人那張挑的有問題 對啊 好 我們先揭曉第一張 好嗎